这几年国家的产业升级中 新能源车算是最大的亮点 发展到今天 我们基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中国智能电车的技术层面 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全产业链的世界领先 并且远超所谓的第二名美国 而在市场占有率方面 去年国内也已经基本达到40% 海外市场也在迅速开拓 时至今日 虽然燃油车依然占据市场销售大多数 但从趋势上看 已经是日薄西山 不过即便如此 依然有很多人坚持油车 这个本身其实没有问题 毕竟大众习惯和认知的改变 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 甚至不愿意改变也没啥 只要油车还有的卖 消费者爱选哪种就选哪种 但问题在于 一些人因为本身偏好油车 或者说有一些汽车领域之外的原因 而对新能源车大肆贬损 试图证明油车之余 电车的优越性 当然这个也没有问题 毕竟客观地说 现在的智能电车 还不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品 还存在各种缺陷和不足 不过最无语的是 这些抨击者不单单是站在当下 而是从趋势上将新能源车的发展前景 予以整体性否定 而国家对新能源车的大力推广 在他们认知中也局限于减少进口石油 进而降低外汇支出和维护能源安全 这种偏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用意 而并非新能源车的优势本身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发展新能源车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主要针对那些所谓的缺点 做一个反驳 一般来说对新能源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不环保 不节能 不经济 不方便 我们首先从环保说起 说新能源车不环保主要是两方面 锂电池污染以及火电污染 锂电池污染方面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但这里必须搞清楚的是 锂电池理论上是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的 根据宁德时代的实验室数据 锂电池的回收使用率可以做到90% 当然现实中肯定不可能做到实验室那么高的回收率 但未来随着科技研发进一步突破 回收率是会朝着这个理论标志不断靠近的 至于回收成本的问题 这个同样可以随着技术成熟而不断降低 现在锂电池回收确实是赔本买卖 回收率太低 按照环保标准来操作的话 成本也比较高 但就跟新能源车一样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不断解决的 新能源车搁在10年前 也是个用高价出残次品的垃圾行当 造出来的车性价比跟油车差了老远 但国家用政策资金催了10年 再看现在的新能源车 就已经从工业垃圾摇身一变 成为先进生产力工具 这个逻辑搁在锂电池身上是一样的 随着新能源车占比越来越高 可预期未来的报废锂电池也会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电池回收市场前景足够广阔 只要政策资金扶持到位 随着技术不断突破 回收率不断提升 回收成本不断降低 总有一天会突破那个成本预值 让电池回收的商业价值得以体现 至于电车充电背后的火力发电污染 这其实也是个伪命题 诚然 现阶段我们的发电主要靠火电为主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是 而火力发电也确实不可避免的产生综合污染 但首先火力发电是集中式发电 相应污染也是集中化处理 虽然这种处理同样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污染 但比起油车的直接排放 单位污染率还是相对要好得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哪怕不充电 这些火电也是照样要污染的 因为电车充电一般都集中在夜间 而火电其实是做不到夜间随便停机的 因为停炉后会出现热胀冷缩 耐高温砖体机缩减后 再遇到启动后的高温 会有可能毁掉一座巨型锅炉 锅炉不能停机 那意味着夜晚这煤也得该烧照烧 哪怕你没有电车晚间充电 这段时间的烧锅炉照样会形成污染 不同的是有电车夜间充电 这段时间的污染好歹还产生了价值 没有电车夜间充电 这污染还真就是白白污染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 所谓电车不环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工业活动不可避免的造成污染 我们做的不是完全杜绝污染 而是尽可能让污染的性价比更高 也就是单位价值的创造所造成的污染更低 而电车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而有火力发电 我们也可以顺势回答新能源车不经济的疑虑 认为新能源车其实并不经济的 主要从国家和个人两个维度来争辩 国家层面发电也是要成本的 虽然单就发电而言确实比汽油要低一些 但电网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成本也非常大 而且虽然石油进口会因此减少 但因为中国本身同样缺锂矿 所以相关进口会因此大幅增加 这些锂矿所有国依然会如欧佩克一样来通过控制上游原材料供应来攫取超额利润 所以中国依然无法摆脱上游原材料受制于人的处境 而就个人而言 虽然现在充电成本比烧汽油低的很多 但在这部分看来 这只是国家推广电车的优惠策略 随着电车普及率提高 国家就会取消优惠 到时候不仅电价会涨起来 原先附着在汽油上的各种税费 也会加到充电费用当中 如此一来 电车之余 油车的能源使用成本优势就会大幅缩小 对于这两个问题 怎么说呢 首先电网 充电桩 储能等基础设施确实是一大笔支出 但这毕竟是一次性投入 后期费用很低 至于里的问题 且不说中国在过去十年已经提前布局 收购了大量海外矿山经营权 最关键的是 锂电池跟石油不同 它不是耗材 而是长期耐用品 原油你每天都要消耗 随时需要进口 而锂电池 一块车用锂电池 基本上可以管八至十年 所以二者的需求量以及频次是完全不同的 何况前面也说了 锂电池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理论回收率可以高到90% 就算现在达不到 未来也会提升 而汽油是用完就立即没了 这些特点的不同 决定了里的卡脖子程度 远没有石油突出 下游对上游是有足够话语权的 也正因为如此 矿山所有国想通过控制上游锂矿来要挟中下游 难度远比石油生产国要大的多 现实中 前两年碳酸锂价格一度飞涨后 现在也已跌回了原形 这足以证明所谓的李佩克 即便真能整出来 能量也跟欧佩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至于个人层面 所谓将来电费会大幅上涨 这更是外行人的瞎掰 当然电费是有可能小幅上涨 但充电费用 尤其是夜间充电费用 是远不可能比肩油费的 尤其是大家普遍认为的 未来会加上去的那些附加在油费上的各种税费 未来也很可能不会在电费上附加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很简单 不需要 前面我们说了 火电晚上即便没人使用 也不能停炉 而其他诸如核电 风电 水电 其实也是一样的 水电站的水会因为夜晚就不流了吗 风会因为到晚上就不吹吗 都不会 所以除了光伏 其他的这些发电机构 白天晚上都是要运转的 当然风电这种 你确实可以晚上让叶子不转 水电你也可以关闭发电设备 敞开让它白白流往下游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毕竟这种关闭并不会让你节省几个费用 供应白天黑夜大致相近 需求白天黑夜明显不同 夜间明显少于白天 这也就意味着夜晚是有大量发出的电力 是被白白浪费了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只要通过风股电价调节 将新能源车集中在夜间 尤其是深夜充电 那这些原先必须浪费 只能浪费的电 就可以产生价值 让政府获得收入 而且这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一种无本买卖 虽然实际上肯定有成本 但这些成本在过去是直接被归入损耗 不产生收益的 而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 只需要用合理的风股电价加以引导 就会把这部分过去的净损耗 兑现为可观的收入 可能你觉得夜间充电打三 五折是占了电力体系的便宜 但对电力体系来说 这其实是凭空增加的超额收益 这笔超额收益有多大 基本上有多少车凌晨充电 它的超额收益就有多大 可想而知 这笔收入是十分惊人的 这种超额收益可以极大的抵消 各种燃油附加税费 再经过合理的分配机制 完全可以覆盖绝大部分 甚至全部的汽油附加税费 这也是新能源这几年加速普及 但政府却并没有把原先附加在汽油上的各种费用 附加到充电当中的根本原因 你以为政府是在养鱼 但实际上政府早已通过引导你夜间充电 把那些费用赚了回去 甚至赚得更多 所以所谓的不经济 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是外行人不懂内中门道的瞎掰 那么不节能呢 这个基本上就不用专门解释了 前面关于经济和环保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用充分的论据 证明了新能源车不仅电池本身可循环回收使用 而且它的电力使用不仅不会造成什么浪费 相反还可以在不需要额外增加储能设备的情况下 对火力水力风力等光伏以外的各种发电产生的冗余电能予以充分利用 至于最后的不方便 这更是一个充满时代局限性的认知 现在的新能源车确实不如燃油车方便 主要体现在电池续航能力涌现 动机掉电过快 充电桩布局稀缺 以及充电体验不佳 但电池本身存在的这两个问题 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可以大幅缓事 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 但降低到消费者感知不明显的程度是可以期待的 至于充电桩布局稀缺和充电时间太长等问题 也同样会随着布局的完善和技术进步来解决 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所谓的油车最大优势 优质加油体验本身也是高度依赖于规模体系的 因为过去大家都用油车 所以加油站和维修店等配套处处可见 价格也实惠公道 但这些配套都是有固定成本支出的 这个成本必须要有足够的业务需求来维持 随着油车数量的减少 业务需求逐渐萎缩 当这种萎缩到一定程度 就会突破配套设施的成本预值 进而导致配套体系的衰退乃至坍塌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你一个油车维修点 每个月需要50万的业务流水 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这个额度是刚性的 少于这个量 你就无法支付房租 无法支付员工工资 甚至无法摊平门店装修和维修设备等各项成本 在油车兴盛时 这个没有问题 没准你一个月可以做到80万甚至100万 但随着油车数量萎缩 维修门店所能辐射范围内的业务 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少 一开始 它还只是影响到你的盈利 你还可以苦苦维持 但当辐射范围内油车减少 导致业务流水跌破每月50万时 那你维持都不行了 只能选择倒逼 而你一倒闭 一个区域点内的油车维修服务体系就受损 甚至消失 油车主就会感觉到不方便 维修站是如此 加油站也是如此 甚至油车配件乃至油车本身 也会因为新增销量和市场存量的下降 而导致价格不断攀升 这就会导致油车主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 付出更高的价格 来支付购车费用 以及维修保养自己的车或者加油 所以规模和体量 才是电车技术不成熟之外 油车主现在觉得油车更方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而在新能源的冲击下 油车的规模和体量注定是不断萎缩的 当这种萎缩低迫预值 它就会引发体系化的坍塌 可能过个五年十年 油车主想加个油都得跑十几公里 车坏了换个配件 不仅维修厂难找 价格也会比现在高几倍 时间也会拖得很长 如此一来 形式就会颠倒 到时候觉得方便的反而是电车主 油车反而会成为不方便甚至昂贵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 电车反对者所坚持的那几个理由 不环保 不节能 不经济 不方便 实际上都是立不住脚的 或者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回事 但随着电车技术持续发展 只要这一块市场规模继续扩张 有足够的利润前景 这种发展 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至少是大幅缓解 既然如此 回过头来看 这些反对者 要么是一页账目 要么就是被某些舆论忽悠瘸了 对新能源车的发展趋势 乃至整个电力体系缺乏足够了解 即便抛开新能源车 在性能以及智能化方面 至于油车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仅就自身综合性价比而言 长期来看 其超过油车 也是毫无疑问的